要给部长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受其专责防疫天使 在市立联合医院总院长曲大成见证下 联谊护理部长吴孟平代表挥奇喊话 正向能量爆棚 感谢义勇军勇敢地进入最危险的第一线 我看到各位就觉得没有感动跟激动 因为合并医院是我们台北市最重要的专责医院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只收新冠肺炎的病患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堡垒 那也是台北市最目前为止开专责医院 开专的病房开最多的医院 我们要开到200间 200间里面200床 200床很重要就是医护人医笔 那之前有一些缺 所以市长也非常非常重视 那今天的成军 我要向各位义勇军们致谢也致敬 因为大家在最困难的时候 选择最困难的地方 来做最困难的工作 这里的病患都是中重症的COVID-19的病患 而且是第一线要帮台北 在这段疫情期间度过最辛苦的这段时间的工作同仁 所以谢谢各位义勇军这么勇敢的到第一线来 而且是进最危险的地方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各位的家里 跟我们联合医院一起来为和平医院注入心血 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共存前的黑暗过渡期 联合医院是感染率比较高的机构之一 但是就像刚刚副市长讲的 我们每一天都很清楚我们什么人感染 而且我们都调查并没有特殊的单位和人员受到感染 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单位内的群聚现象 而是善载性的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来自整个环境的感染 第二个其实确实我们的感染率曾经一度飙高 最近降下来很清楚 那我们的感染率算起来大概超过10% 也就是说超过台北市的平均感染率 但是原因很清楚 我们联合医院没有黑素 我们每一个客案 对不起每一位同仁都要定期接受筛检 这个跟社会上是不一样 当时有症状开始筛检 所以我们没有黑素 所谓的黑素就是PCR量能不足 造成了台湾其实还没有 台湾的PCR量能到现在为止都能够趴回下来 那第二个叫做灰素 就是快摘羊 他不想出来摘 这个在联合医院也不会有 那另外叫做白素 就是他有甚至不知道被感染 那么他也就过去了 就在美国高达将近30% 就是他们的抗击感染率是60% 可是他官方报告的确诊数只有30% 但是我相信这种数字在研究院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都要定期筛检的其实高维的单位 因此我们的医院里面相对来讲 对每一个同仁的关怀和照顾 以及每一次感染他所附近筛检的量是不够 因此他的感染率越高于社区的感染 受证护理师也在现场分享加入缘由与心情 将遇到的干顾都化作人生经验五惧前行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有面临过那个Delta 那些就是有一些致死率比较高的病人 那时候其实就有遇到一些困难 像他们会逃跑啊 或是会威胁说要吐你口水 这种的都有遇过 但是因为家人都蛮支持我的 然后又加上我们医护团队 其实都是蛮同心协力的 所以其实我不太 我没有什么想要放弃的那种念头 这样子 有一个比较印象比较深刻 是有一个病人 他因为家人都因为COVID-19的原因 然后身亡或是病危 那他每天他一起原本进来的时候是非常正向的 然后但因为这个原因他有想要寻死的念头 但是因为后来我们就是每天对他身心灵上面的就是访问啊跟 就是照顾上给药都有在做调整 那其实他好的他的恢复的状况是很迅速的 那他后来也是隔旗有买了之后 他是就是完全康复的出院 他就很感谢医疗团队这样子 然后他也是成功他没有他没有他后来就没有做寻死这件事情 这样子 为什么会想加入专责病房是因为我去年其实已经有经验过了 然后去年因为疫情来的没有像今年那么凶猛 所以去年有很长的时间在教育训练 所以我觉得对自己教育就是感控这方面可以保护 而且医院其实有提供很好的装备 我觉得让我很放心 所以我会想加入这个专责行列 跟大家伙伴一起努力度过这一波疫情 那在这一段时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有一个两岁多的小美雷 他确诊的第一天妈妈来的时候是说 他第一天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发烧 他只是觉得小朋友有点弹音 他就自己帮他快塞那是阳性 然后后来他们一家有四口 那我现在讲的是最小的妹妹 那其他的他的姐姐还有爸妈 最后自己因为塞了妹妹阳性之后 他们全家人有个快塞 那是一家四口其实都是阳性确诊 只是他的姐姐跟爸妈都是类似无症状的 所以他们一开始快塞阳性之后 就只有到医院做PCR 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妹妹其实不符合住院标准 她没有呼吸船 所以就那一天晚上只有拆了解 就让她回家 那妈妈是说到了晚上之后 妹妹的呼吸开始出现一些像是狗叫的声音 然后她觉得有点担心 可是她一直没有发烧 她就一直在犹豫到也要不要把她送来急诊 那她犹豫了很久之后 她送来急诊 她跟我们说的原因是因为她有看到新闻上说 如果有呼吸船 然后意识不清 或者是她觉得她食欲不太好 活动力不佳的话都建议送医 她是因为这些原因 这些新闻报道 然后还有GBC也宣导 才把她带来我们急诊 那当天急诊的额科意识评估之后 因为她就是一种很急性的情况 那个叫笑头症 妹妹的呼吸音 那如果再拖下去 其实是会有一点危险的 所以当天妈妈做了非常正确的决定 就把她带来我们急诊 那当天就收到我们的A8病房 那一上来 医生有帮她拍了颈颈部的X光 那确定妹妹的喉头水肿 其实没有那么厉害 只要用一般的药物治疗 赶快把症状压下来 她其实是不用擦走 就代表说妈妈送来得很及时 没有到紧急情况才送来 那后来妹妹在两天之后 就是用了一些什么 类不存点滴治疗之后 两天之后就可以 很活蹦滥跳的走 然后很健康 最后住了五天就顺利出院 黄山山与卫生局局长黄世杰 受证给11位男性 39位女性专折防疫天使 感谢他们建立起 台北市抗疫的堡垒 共同牺手对抗病毒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